你昨晚有做夢嗎? 究竟人類為什麼要做夢?有可能控制夢境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神秘的夢吧! 自古以來,人類就不斷地探索做夢背後的意義 有的人認為夢是凡人跟神明溝通的管道 有人認為夢是預知未來的訊號 事實上,夢也確實參與了人類的歷史 許多偉大的想法和創作都是從夢中得到的靈感 舉例來說,化學家門德烈芙 有天夢見一張充滿化學元素的表格 醒來之後立刻畫了下來 完成了奠定科學發展的元素週期表 而皮特斯的保羅·麥卡尼有天夢見了一段旋律 起床之後,馬上用錄音機記錄下來 成就了經典名曲Yesterday 夢作為人類最常見卻也最神秘的生理機制 至今還有許多未解之謎 到底人類為什麼會做夢?做夢有什麼好處? 傳說中半夢半醒的清醒夢又是什麼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關於夢的各種解析吧! 你知道我們每天都會做夢嗎? 做夢其實跟我們的睡眠週期高度相關 我們睡著之後會經歷兩個階段的睡眠 一個是快速動眼期,眼睛雖然閉著 但眼球會快速轉動,心跳也會加快 另外一個則是非快速動眼期 是大腦最不活躍的時間 也就是相對沉穩的睡眠階段 在睡覺的過程中,這兩個階段會循環出現 每個循環大約是90分鐘 科學家發現,在快速動眼期的時候 很容易出現做夢的情況 如果在這個階段把人喚醒 大約有80%的機率 那個人會說自己正在做夢 至於被快速動眼期,也有可能會做夢 但機率會比較低一點點 因為每個晚上,大約會經歷4到6次的快速動眼期 因此專家推測,正常人一個晚上 通常會做3到5個夢 欸,但你現在可能在想 奇怪,我不記得我有做這麼多的夢啊! 為什麼大家很難想起來自己做過什麼夢呢? 首先,睡覺的時候 大腦通常不會記錄新的訊息 所以雖然你一個晚上做了很多的夢 但當時的大腦並沒有存檔功能 才會一點印象都沒有 比較有可能記住的 通常是起床之前的最後一個夢 那個時候大腦還會殘留一點夢的記憶 不過要把夢的細節記得清楚,非常困難 在剛起床的一、兩分鐘內 大家可能都可以記得 在夢裡遇到的誰,做了什麼事情 但只要刷個牙、尿個尿 大概9成的夢,都會通通忘光 有科學家推測 可能是我們醒來後 負責記憶功能的海馬回來在賴床 至少還有兩、三分鐘以上 才能夠完全的蘇醒 這也導致夢的內容 來不及從短期記憶 轉成長期記憶 就這樣被我們忘掉 也有科學家推測 剛起床的時候 部分神經傳遞物質的指數不夠高 也會讓記憶比較難生成 那不管怎麼說 除非夢的內容印象深刻 或是刻意把夢境寫下來 否則大部分的夢都是會忘記的 那麼到底為什麼 我會有做夢這樣的生理機制呢? 很遺憾的 大腦的機制太複雜 科學家目前也不太清楚 人類做夢的確切原因 不過還是有一些比較主流的理論 像是弗洛伊德認為 我們所做的夢 通常也代表自己原始的衝動 而做夢這件事情 就是潛意識想要滿足內心慾望的一種展現 也有的科學家則認為 做夢可以幫助大腦減輕負擔 我們白天的時候 都會接收龐大的資訊量 所以睡覺時 大腦就會開始整理這些回憶 捨棄不重要的內容 降低大腦的Loading 而在整理的過程中 卻有可能會觸發無意義的連結 產生夢境 其他還有非常多的理論 像是做夢可以幫助提升創意思考 解決難題等等 甚至專家也認為 就連做惡夢 都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生理機制 沒有人喜歡做惡夢 但惡夢可能肩負了 預期危險或調節情緒的功能 有專家指出 有惡夢可以幫助人類遇襲危險 像是被狗追、被人打的惡夢 其實都是大腦在事前練習 保持打鬥還有逃跑的直覺 以被不時之需 這也是從遠古人類流傳下來的重要技能 而有專家則認為 惡夢其實是在幫助我們調節情緒 有一項研究 找來一群經歷過離婚非常痛苦的女性 進行了圍期一年的調查 結果發現 那些有夢到與離婚相關情節的人 無論是心情或恢復的狀況都比較好 相比之下 其他有做夢但沒有夢到離婚的女性 反而比較走不出陰霾 其他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 換句話說 適度的惡夢 確實可以幫助人們緩解情緒的困擾 甚至有專家認為 在經歷創傷之後的一個月內 偶爾出現惡夢 都算是正常健康的現象 但是還是要跟大家強調 如果惡夢太平凡、太恐怖 已經干擾到白天的心情 或是讓人不敢入睡 還是要尋求專家的協助喔! 不少人說過 自己曾經夢過過世的親人回來託夢 這背後有科學根據嗎? 雖然說有的時候 託夢的故事真的有點離奇 不過單就夢見親人這件事情 確實是有研究可以解釋的 哈佛教授曾經做研究 找來一群受試者 讓他們白天瘋狂的玩俄羅斯方塊 等到晚上受試者睡著之後 再把他們挖起來問他們夢到了什麼 結果發現大部分受試者 夢中都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方式物體 這樣的狀況也持續了好幾天 由此可知 白天不斷思考的事情 確實有機率發生在晚上的夢境中 那麼夢見親人託夢的人 可能就是因為白天思念過度 晚上才會有這樣的夢 有的時候 親人在夢中說的內容 也有可能是做夢者在潛意識中 希望對方跟自己說的話 不過因為夢境是由潛意識主導 整合大腦雜訊所得到的結果 我們不太可能預期夢裡面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大家還是不用太期待 拖夢這件事情一定會發生 電影《全面啟動》當中 主角們擁有控制夢境的能力 可以隨意地在夢中改造自己的世界 那雖然聽起來很扯 但在現實生活當中 這並不是不可能的 大部分的人在做夢的時候 並沒有辦法分清楚夢境還有現實 但有少部分的人意識非常清楚 不只知道自己正在做夢 還可以操控夢的內容 而這也是所謂的清醒夢 根據統計 大約有11%的人 每個月會經歷一到兩次的清醒夢 但也有人一輩子沒有體驗過任何的清醒夢 關於清醒夢的生理機制 以及它的好處還有壞處 目前還沒有明確的定論 不過因為清醒夢實在是太神了 坊間其實已經有很多 如何做清醒夢的教學 舉例來說 你可以在夢中反覆的查看手錶的時間 或試著讀一段文字等等 如果是夢的話 這些地方很容易出現破綻 也有機會發現自己在夢中 又或者可以在醒來之後試著寫日記 記錄夢中的不合理之處 這樣下次夢到類似的內容時 就會比較容易有警覺心 但是專家其實也警告 單分的方法都不保證有效 操作不當 反而會嚴重的破壞睡眠、傷害身體 並不推薦大家輕易的嘗試 許多人認為 自己晚上常常做夢 害自己一直醒來睡不好覺 但這很有可能是倒果為因 就像前面提到的 每個人晚上通常都會做三到五個夢 只不過睡覺時的大腦 不會把這些夢記起來 所以事實上 覺得自己夢很多的人 很可能是因為睡得不安穩 中途不但醒來 才會記得每次夢內容 覺得夢打斷了自己的睡眠 換句話說 做夢可能也是一種指標 讓你評估你的睡眠品質好不好 如果睡眠品質不好的話 短期可能只是身體疲勞 但長期下來就會對於大腦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那麼要怎麼改善睡眠品質呢? 或許我們可以從窗來下手 今天要介紹的德國Emma 是來自德國的頂尖睡眠科技品牌 Emma 主要的產品包含了床墊、枕頭、床墊保護套等等 全部採用德國標準進行設計 Emma 的床墊系列 不只在歐洲販售第一 更在全球累積販售超過600萬張 目前已經獲得了超過75個國際獎項 成為獲獎最多的床墊品牌 而這集Emma 也寄來了床墊 讓我們體驗看看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開箱吧 好的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Emma 寄過來的HYBRID獨立桶床墊 那其實之前他們已經有寄給我一組 然後我先試睡過了 所以今天是我第二次開箱 那我們今天找來的是 有做一點功課的關節 跟我們一起來開開 它其實整個盒裝是非常輕的 比起我們想像中的床墊的大小 因為它是整個真空壓縮 然後把它收起來 你加縮到那個也是這個大小 對啊就是小小的 然後就覺得 喔 你看 其實算蠻輕的 真的是比你想像中的小很多對不對 對啊 就一張床墊 倒出來吧 阿滴在我們公司又有地方可以睡覺 你為什麼只想到阿滴 我也想睡床墊 你也睡啊 我沒有阻止你 然後我覺得它很貼心的是 它這邊有附一個小小的刀片 然後它是有保護的 所以到時候你也在刮開這個塑膠膜的時候 我就不會傷到這個充電 喔喔喔喔 開始了 衝壓 衝壓 喔 放音 這個地方都有把手 你可以看到它旁邊都有把手 裝的時候跟拿的時候都很好開 嗨 我們現在過了不到一分鐘吧 超快現在已經整個成型了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內部好了 這邊有個拉鍊可以直接拉開來 你看裡面超多層 對啊 因為它這個它其實是記憶棉跟獨立桶的混合床墊 然後你看最下面那個 它其實是高支撐性棉層 然後再往上一點那個是獨立桶 它的獨立桶是每平方公尺會有250個12公分的獨立桶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幫你支撐身體每個部位這樣 中間這層是黃色那個是彈性減壓記憶棉 然後上面有一個透氣專利的記憶棉 所以它主打就是非常適合台灣這個超級潮濕的環境這樣 你剛剛講到那個透氣的部分讓我很有感 因為我前陣子剛有感冒 然後感冒就是會一直冒冷汗嘛 然後就是發燒 結果我才知道說原來透氣是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非常感同身受因為我也在感冒 好 可是你害的 什麼 起爆什麼 蛤 我們只是一起在床墊上面 而且這個床還有另外一個主打的設計 它叫抗干擾設計 讓你躺在上面的時候不會這麼晃 然後我們只有實驗精神的頻道 所以我們準備了一杯水 好 然後志祺你就可以試看看你就在床上滾 你平常幹嘛就幹嘛 反正就是動動看 對 它真的 這到底怎麼做到 它真的沒有 其實真的 真的很穩欸 因為我想像中強 真的很穩欸 我需要這個酷東西 水杯測試 PASS 在水杯測試結束之後就直接來人體實驗 之前就直接躺下去好了 好啊 之前就躺過了 所以我們可以 其實蠻爽的 我覺得它就是支撐性很好的窗墊 然後因為 一般支撐性很好 我覺得整個很硬 可是 因為它上面是一個記憶棉 所以它不會讓你感覺到那個 硬的狀態 這點是蠻好的 好那Emma他這次還有送給我們他的枕頭 我覺得這枕頭也是蠻讚的 是三層的設計 對所以如果大家自己喜歡的高度是不一樣的話 你可以自己的調整 像我自己是三個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因為如果你睡得太高了 有些人他們可能會肩頸這邊會比較痠痛 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進行調整 那我自己是這樣子就蠻好的 最後來總結問一下 志祺之前睡這張床的心得如何 我覺得就是如果你喜歡 偏硬一點點的床 的話這個可能會蠻適合你的 它的支撐性其實比較好 就是偏硬的床本來的優點 但是有的時候偏硬的床 它會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它的連動性 會很大 可是我們剛剛有那個 水杯的那個測試 所以就假設你今天你是 有跟伴侶一起睡覺的人 那這件事情 它的獨立性就會讓你 幫助很大 你比較不會被旁邊的人感到 對因為畢竟買一個好的床墊 你就是為了要 一個晚上可以睡得比較舒服 但是如果要講到它的缺點的話 有些人他們可能是 他會喜歡在 床墊的邊邊 然後架一個小桌子 然後直接辦公 它的邊緣這個地方是 比較軟的 屁股這邊的支撐度 我覺得會比較不行 可是 我覺得不是 每個人會用到的 所以總結來講是 你喜歡 一個稍微有硬度的床的話 我會覺得你可以試試看這件事情 因為我得到一個單人床墊 我哥有的時候從美國回來 我可以給他用 他應該會睡得蠻爽的 你要嗎 可以啊 我哥叫他就是睡沙發就好 讚 志祺哥哥對不起 拜拜 我其實蠻喜歡這個枕 好那開箱就到這邊啦 不過剛說的也只是我個人的體驗啦 可能每個人的感受不太一樣 那麼Emma床墊現在有提供 100天試睡10年保固的服務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都可以體驗看看喔 另外官網現在也有618的優惠活動 所有品項最低物責 配合專屬的折扣碼再加9折 有需要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囉 回到這集的主題 我們查完資料之後覺得 人類對於夢的理解 真的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不論是做夢的原因 做夢的目的 都還有許多需要理解的地方 那雖然已經有各式各樣的理論 但卻都還沒有一個肯定的結論 其實我們原本也想要介紹 關於解夢的科學根據 但同樣的 我們發現理論比較龐雜 流派很多 解夢的結果 也常常是因人而異 很難給大家一個實用的答案 所以沒有特別放進來 不過對於做夢這個主題 大方向上大家還是有些共識 雖然說夢是虛構的 但它某種程度上 真實的反映了我們現實生活的狀況 我們可以從夢的內容 回推生活當中的煩惱和焦慮 或是從做夢的頻率、狀態 檢視睡眠的品質 或許夢就像是一面鏡子 讓我們可以回頭看看生活當中的問題 找出改善的方法 讓生活變得更好 好的,這集就到這邊了 想問大家,關於做夢這件事情 你是怎樣類型的人呢? 我是一覺到天明的人 常常不記得自己有做夢 畢竟我一個晚上會做好幾個夢 而且每個夢都記得滿清楚的 所以我天生谷歌驚奇 很常做清醒夢 可以控制自己的夢境 聽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夢的這些冷知識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地方 看睡午覺以及晚睡晚起 到底好不好?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我們明晚再見囉!